在娱乐圈有这么一位传奇存在 他年少时与谭永林组乐队 曾在唱歌比赛中打败了 香港第一代歌神许冠杰 在电影里他能和周星驰游刃有余的表写 他就是香港电影中艰难的创始人 被粉丝称为金牌配角的陈百祥 陈百祥当年的身份有很多 他做过歌手、商人、演员、主持人等 不过在他看来做什么都不重要 工作只有一个最现实的目的为赚更多钱 为了赚钱他胆子大到跟中东的海盗做生意 还将羽衣卖到了一年四季不下雨的非洲 今天我们来揭秘这位喜剧才子 商界精英陈百祥的传奇故事 1950年陈百祥出生于香港一个富贵家庭 家中有六个孩子 每个孩子都有保姆伺候 但自他四岁那年家庭遭遇变化 父母卖掉了家里的别墅遣散了所有的苦人 为了维持一家八口人的生活 父母只好租下一家门面卖杂货为生 正是他童年的这段经历 让陈百祥自小便对钱尤为敏感 作为家里的长子 他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 在读完初中以后 陈百祥便开始在外打工贴补家用 后来由于他唱歌好听 便在朋友的介绍下到歌厅住场 在歌厅唱歌 他一个月能拿到400块的薪酬 在那个年代这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唱了两年以后 陈百祥为了能赚到更多的钱 于是便和好友陈友 彭建兴等人 组建了一个失败者乐队 随后他的志友谭永林也加入了乐队 当时陈百祥担任主唱 而谭永林做副主唱 随后他们报名了香港业余歌手大赛 没想到失败者乐队并没有失败 反而取得了这场比赛的冠军 在第二年的一个青年音乐节上 他们还打败了许冠杰的莲花乐队 经过这场比赛 陈百祥和失败者乐队一夜成名 成名之后乐队的演出自然而然也多了起来 然而就在乐队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 陈百祥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退出乐队 退出的原因也非常简单 他嫌唱歌赚钱太慢了 在离开乐队之后 陈百祥拿出所有的积蓄开了一间制衣厂 没想到他从一个简单的小厂房和几台缝纫机 竟然发展到三间大厂两千多名员工 才刚刚25岁的陈百祥身价就已经千万了 赚到钱的他一口气买了五辆豪车 可惜好景不长成功来得快去得也快 第二年就因为经济危机公司倒闭了 你绝对想象不到被称为金牌配角的陈百祥 拥有怎样的传奇人生经历 他唱歌《丽压香港》第一代歌神许冠杰 退出歌坛后开始做生意 仅用三年成为千万富豪那时他才25岁 如果只是这样还不能成为娱乐圈传奇 20世纪70年代中期香港出现经济危机 陈百祥的生意自然也受到影响公司破产了 这时的他不仅瞬间失去了千万家产 甚至还在银行欠了一屁股的债 看着仓库里堆积如山的衣服陈百祥深受打击 情急之下他做了一个非常大胆决定 既然衣服在香港卖不出去那就去国外试一下 就这样陈百祥坐上了前往中东的邮轮 到了中东之后他竟然想到和海盗做起生意 每卖出去一件就给海盗提成一美元 然后还把积压的羽衣卖给常年如雨的非洲 告诉他们这是现在最流行的衣服 陈百祥仅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 便卖光了衣服并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1978年陈百祥回到香港决定重回老本行 而这时的谭永林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除了唱歌之外他还在拍电影 正好当时谭永林在拍喜剧片追赶跑条棚 便邀请陈百祥在电影中客串一个角色 没想到一下激发了他的演戏天赋 第二年陈百祥和谭永林参加了TVB艺人歌唱大赛 在这个比赛中他的排名还比谭永林的高 歌唱比赛的好成绩让陈百祥顺利签约无限 而阿乐这个称谓也是当时公司给他起的 签约公司后陈百祥开始正式演戏 虽然陈百祥长相不是很帅 但是经过无限的力捧陈百祥当上难转 巅峰期两年拍了12部电影每部都大卖 但是那时候公司规定主角和配角工资相同 陈百祥觉得既然都一样那还是演配角好了 这样既可以多演几部电影还可以多赚点钱 之后他就开始专门演配角 虽然是给别人当陪衬 但他演技精湛经常掩盖主角的光芒 他塑造过的那些人物角色至今都是经典 不管是陆鼎记中那个两面三刀的多龙 还是唐伯虎典秋香里面的搞笑柱之山 都让观众记忆犹新 除了演戏之外陈百祥还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 90年代香港有很多人想要移民国外 他公开表示自己是中国人也不会离开香港 为此陈百祥还演唱了一首 我之乐的歌 这样的明星才是真正的明星